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無線的攝影機 可不可以連接這個 hdmi 的視訊導播機 比如說啊我現在手上這臺是這個 dji 的 paki2 他是一只無線的運動的攝影機 我們要怎么連接這個 hdmi 的視訊導播機呢 比如說啊這是個 iphone 手機 iphone 手機可不可以當成一只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這個 導播機做視訊的切換 好這個接法有很多種啊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點 就是說這個你在呈現這個 畫面連接到這個導播機的時候 這個畫面一定要呈現 乾乾淨淨的這個 clean hdmi 比如說有一些人很天才啊 他認為說我只要把這個 dji pocket 2 連接到這個 ipad 上面去 這樣子 然后呢在 ipad 這邊有個 hdmi 輸出 然后呢就可以連接到這個導播機上面 這時候你看他可以這樣子 這時候有很多問題啊 第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他的這個 app 的這個 ui 的問題 你有沒有發現當我擺橫的時候 他永遠是直立的 所以你看哦 他這邊都會有黑邊旁邊有黑邊 好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啊 我們不要我們鼻足掉黑邊的問題 你有看到是上面嗎 有很多的資訊 他不是產生一個 clean 的 hdmi 如果啊你看到有人在網路上介紹 將 dji pocket 2 連接到 ipad 由 ipad 的 hdmi 連接到導播機 是呈現這樣的畫面的時候 你可以 笑一笑他到底是在做什么玩意兒 搞什么鬼東西啊 好 我們要的畫面不是要這樣子 我們要畫面是要乾乾淨淨 呈現在這個電視螢幕上面 我們應該要看到的畫面 應該是長這樣才對 這個是 dji pocket 2 然後呢變成一個無線的 方式連接到這個導播機上面 然後你看電視上面畫面呈現出來 是乾乾淨淨的全螢幕 這樣才是對的 剛剛我們介紹 那個用這個 ipad 啊 然后 hdmi 輸出連接 那個是錯誤的 我們要這樣子連接才是對的 好 所以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我們就是要介紹是說 我們要怎么將這個 dji pocket 2 或者是像這種 gopro 的這種攝影機 或者是這個 iphone 當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這個 視訊的導播機 好首先我們第一個要先介紹 dji pocket 2 要怎么 連接 設定到這個導播機上面 那我們介紹的是用這一款 這一款叫做 febom 的 rtmp to hdmi 的 轉換器 原理都一樣 因為像這種 dji pocket 2 他本身你連接這個 全能手柄之後 他可以做直播 那我假設在這個直播的頁面 設定成一個內網直播 我不要做到外網做臉書直播啊 我只要做內網的 rtmp直播 將我這一個的畫面直播到我這個盒子上面 那這個盒子呢 他會轉換成這個 hdmi 出來 連接到這個導播機上面就成功了 同理可證 你的iphone也是可以用這個 這個轉換成 做這個內網的rtmp直播 然後呢 轉換成透過這個盒子 將 hdmi 連接到這個上面 go pro也是一樣 好 那我們第一步要先介紹的是 如何連接 dji pocket 2 如何將這個 dji pocket 2 轉換成 hdmi 出來 讓這個 dji pocket 2 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然後呢連接這個導播機 很簡單 你必須要準備一些東西 首先嗎 你要一定要買這個叫做全能手柄 這一定要買 因為 dji pocket 2要有全能 這個這個全能手柄這個地方 才可以做直播 好 你準備好了這個全能手柄之後 還準備一個 設備 這個叫做 febom 的 rtmp 轉 hdmi 轉換器 我等一下要將這個dji 直播到這個盒子上面 然後這個盒子 將這個直播出來的這個 rtmp 的訊號轉換成 hdmi 然後呢 連接到這個導播機 antamini pro 然後呢在於 電視上面做顯示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實際接給你看 我在做之前你也要準備一臺路由器 這臺路由器 你他的 ip 必須是要192.168.1.1 好這是必要的條件 因為 我們等一下這一個的 網域是192.168.1.217 那你必須要設在同一個網域192.168.1.1 這樣子好 這是基本的網路的設定 好 然后呢 我們首先將這個rtmp 轉 hdmi 轉換器的 有線網路連接到這個路由器上面 hdi 連接到導播機上面 我們給他電源插上去 好 那 ipad 請你打開來 或是任何的行動裝置 這個 電源打開來 好 然後呢我們再到你的ipad 請你 請你先連接 好連接完之後 請你到這邊有個叫直播 拉到直播的地方按下去 然後選擇到直播的平臺 我們現在不是要做臉書直播 也不是要做youtube直播 我們是要做這個內網的rtmp直播 你按開始 就是 等一下 這一個 djipad 2直播到這個盒子 這個是所謂的內網 好 然後這個內網再把rtmp轉換成 hdmi 出來 好 我們來設定一下 這個內網的 我們選擇我們的路由器 這是 這個febo-store是這臺路由器 那你家的路由器名字不一定是他 然後呢選擇你的rtmp的 網址叫做192.168.1.217 斜線live斜線test1 前面是rtmp 好 我們可以做720p可以做108mp 馬率可以選高一點 這樣子 好 這時候確定我我之後再按 開始直播 開始直播之後 你可以看哦 這個是他的 antam mini pro的multi view 哦就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嗨 嗨 這就是djipad 2的直播 我把聲音關掉 好他的非常流暢 好 這個流暢啊 你必須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的路由器 他必須要設定成那個 頻關上的20mh 不要設到40mh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另外這個djipad 2 對這個路由器非常的敏感 所以這個天線呢 要準備的非常的好 這樣子好 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接下來呢 我是要介紹 如何將 iphone 轉換成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這個導播機上面 採用無線的方式 一樣的道理 你要怎么讓你的這個 iphone 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好首先呢 先將你的這個 iphone 的無線網路連接到這個路由器上面去 好連接完之後 打開一個直播的 app 比如說我這裡給您介紹的是 這個 medialik live 這一款 好這邊可以設計你的前鏡頭 後鏡頭 沒關系 然後你在這邊設定的時候 這邊一個 這個管理你的直播平臺 你就設定一個 local rtmp 然後呢 一樣是打這個 192.168.1.217 live 然後還有個 test one 這個 金鑰匙 test one ah test one 好 這是當 然後這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你的直播的品質 你可以選1080p 幣率選高一點 你可以選到這個6000 5000都沒關系 然後退後 就開始直播了 選這個local rtmp的直播出去了 好 好這時候就有畫面了 你看這個 電視就會有畫面 這樣子 這個畫面是來自於這個 這支攝影機 把聲音關掉 我們用pgm 你看 畫面是這個沒問題 延遲還不錯啦 不會很高 這樣子 好現在這我們採用的是這個iphone 當成一支外置的攝影無線的攝影機 然後在那邊做直播 好 最後我們要介紹的是如果將這個gopro hero7 變成一個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這個antam mini pro 比較要告訴大家的是說這個gopro hero7 他本身的壓縮是有採取這個 所謂的b frame 所以他的延遲會比較重 不像這個 剛才介紹的這個iphone 跟這個dji pocket 2 他的畫面流暢度 那個延遲比較低 這個gopro hero7他的延遲是非常高的 接下來我要用這個gopro 變成一支無線的攝影機 連接這個 導播機上面去 好首先將你的gopro打開來 然后按設定這邊 然后呢把他拉下來 這邊 連接這邊 先打開來 連接這個device這邊 gopro app 好啊這時候你把你的gopro app打開來 先放在旁邊 然後呢 控制你的gopro 加入 好這時候你的畫面就是來自於這支gopro沒有問題 好一樣的道理你不能弄很北七的是把這個的 hdmi拉出來連接到導播機 因為你這樣子接的話會看到這些畫面這些 還有這些什麼對焦資訊啊這些有的沒有的我們要用直播的方式採用直播 好這時候你選的這個有一個叫做rtmp直播按下去 好請你選擇你的路由器 好這是我的路由器 好啊我的這個直播的這個網址一樣是打rtmp192.168.1.217 斜線live test1 好打成這樣子 rtmp 斜線192.168.1.217 斜線live test1 然後你選擇你要直播的解析度 之後呢你就會按開始按直播 直播 好這樣有直播出去了 這時候 gopro hero8 hero7他就直播到你的 這一個平臺 rtmp to hd 轉換器 拿這個轉換器將你的rtmp訊號轉換成 這個hdmi連接到 這個導播機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啊 gopro hero7啊他是用 他的264壓縮有採用b frame 所以 他的延遲非常的高 你看哦這樣子 大概延遲個3秒鐘 這沒辦法這個是他的物理的問題 好 剛剛已經介紹這3款 那其實啊原理都一樣 只要你要確定你的攝影機 他可以做所謂的內網直播 就是所謂可以做直播了 你先先判斷可不可以先做 臉書直播或做youtube直播 如果可以的話表示說這一只攝影機是有機會的 然後呢 那我們再去想辦法去做這個所謂的內網直播 ok 能如果能夠做到內網直播的話 那表示說這個東西 攝影機 可以跟我們這個rtmp 轉hdmi的轉換器做結合 將內網的rtmp轉換成hdmi 連接到這個 導播機上面 好 以上就簡單的做分享做介紹 謝謝 謝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